如何正确地对待钱呢 金钱 因为我感觉就是 不管是在公司上班 或者是在公益中心 还是家庭生活 等等等的地方 感觉就是好 现在的社会真的是处处离不开钱 然后我就小时候就被灌输了 钱是不好的 我不应该就是喜欢钱 所以我就从小就很排斥他 但后来我发现钱其实是很好 他能够去利益众生了 但为什么我想去做一些利益众生的时候 我感觉我总是钱不足呢 所以想请师傅开始 想做什么时候钱不足 比如说我想做很多利益众生的事情 比方就说从我家人开始吧 我就感觉有些事情 我好像必须要用钱去处理 但是好像我又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那个 那么多的钱 好 来 请大家好提问这一点 我们的做任何事情 做什么事情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达到什么 安心快乐幸福 对很好 我们做任何事情 最后我们都希望得到安心幸福快乐 好 那问我们自己 赚了很多钱的人 有很多 拥有很多钱的人 他真的安心吗 不一定 他真的幸福吗 没有钱的时候还比较幸福 有了钱之后就更会搞怪 问题就更多 真的快乐吗 钱不能够解决那些心灵层次的问题 钱只能够解决物质层次的问题 好 那你说 那我 我只要爱情不用面包 我只要看到你的脸 我就陶醉 我就吃饱 切实际吗 还是要面对现实 所以理想跟现实要做结合 本来 本来真正高等心灵的世界 是不需要钱 也真的不需要金钱 高等心灵的世界 理想的社会 真正理想的社会 高等的心灵世界的社会 是不需要钱的 来我们再看看 地球上所有的植物不用说了 所有的动物除了人类之外 哪一种动物 他们生命要存活 他们的族群要繁衍 需要用到钱 哪一种 你有没有看到 除了人之外 其他哪一种动物 他们偷偷在用钱在交换 有没有 没有啊 你看那些鸟 他们常常在那里高兴地唱歌 难道他们是赚了很多钱 才在那里唱歌吗 所以要知道 我们做工作 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本来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幸福 安心快乐 可是很多人却被引导成 金钱是万能 金钱价值至高 把生命冲向再积累金银财宝 而事实上这是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导向 让真实的生命去换取那些虚幻的 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 你清楚知道 我们是要得到真正的幸福 安心快乐 好 那如果没有钱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 没有钱 真的也是 你能够真正的安心快乐 能够吗 也是不切实际 好 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 是因为这个世间 需要用金钱这个工具 所以我们不得已 我们用一些 拿一些世间人认可的工具 来做一些交换 但要知道 那些就是属于大人在玩的玩具 游戏的玩具 所以只要生活上可以过得去 这样就好了 那真正高等的心灵的世界 那是完全不需要钱的 真的是完全不需要钱的 那我们现在呢 因为要面对现实的人生 这个社会 它是处处都需要用到钱 所以我们了解 钱它是一个工具 是帮助我们生活可以比较方便 但它不是我们生命的目的 所以你清楚了解之后 你就知道 你就会提到 钱基本上生活够用 这样就好 基本上生活够用 这样就可以 那你就可以 那你就可以 腾出更多的时间 做真正很有意义的事情 做真正能够让自己快乐 让家人快乐 的事情 而不是像很多人 价值观念错误 结果把生命呢 都投注在 积累更多的金银财宝 我比如说 现在家庭一个月 如果说夫妻两个人 一个月 有两三千块 这样的基本生活费 三千块的基本生活费 一个家庭 基本原则上 就可以了 如果以我而言 我一个月 有一千块 我就很满足 我就很够了 好 那其他多出来的呢 那个都是多余的 所以我可以考量 我不必积累 那么多的钱 我只要一千块 我就很幸福 很快乐了 所以我不需要积累 浪费生命 去赚那些更多的钱 好 如果有因缘不小心 我可以得到很多钱 好 有因缘不小心 我可以得到很多钱 要知道 这些钱呢 因为对我生命而言 很多都是多余的 多余的这些钱呢 我可以拿来 行善 布施 积德 我们要面对现实的人生 所以 都没有钱 也不切实际 但也不要 把生命锁带 锁定在金钱上面 所以 我们就是 做真正 我们心中想做的事情 做 我们觉得 很想做 理想 有兴趣 又是理想 又能够利益众生的事情 我们就去做 当你真正在 以考量利益众生 的这种格局 这种心胸度量去做 你的生命 自然 保证不会饿死 为什么呢 大家要体会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真的 如果你真的把心量打开 没有那些私心 你做 你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 去利益众生的事情 真的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你可以做得很高兴 很快乐 而现实的 基本的物质呢 不会欠缺 所以希望大家 把生命的 价值 人生的价值观 真的要重新来厘清 不要像很多人 我努力读书 就是为了赚更多钱 我赚更多钱 就是为了能够找到理想的对象 找到理想对象之后 因为要生小孩 又要养活对方 所以我要赚更多钱 赚更多钱 我就可以买更大的房子 买更大房子之后 我就可以炫耀 我可以比赢别人 我可以进入所谓的上流社会 好了 一直构筑 那个欲望欲贪的世界 结果呢 他的生命就一直浪费在 赚钱上面 把最珍贵的生命浪费掉了 能不能来到 让我们的生命做真正 让我们可以安心 幸福快乐 能够真正 利益 利果利临 利益天下长生的事 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方向 希望大家好好的深入去体会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OK 谢谢老师 今天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 真的要把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方向感 要找寻出来 才不会迷茫 才不会迷失方向 才不会随波逐流 到后面 却发现 一场梦 一场空 真的要越早去探导 生命的方向 生命的价值 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来到 真正的幸福 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安心 怎么样把我们的生命意义 发挥出来 我们心中都有崇高的理想 我们最崇高的理想是什么 我们真正心中 我们有心中的梦想 我们有崇高的理想 能不能把他逐渐的理想 然后让我们朝着我们的心中的理想 一步一脚印的去做 去实践 真的不要随波逐流 不要盲目的过一生 好